现在在网上这个炒作的飞飞扬扬 关于这个核酸PCR的这个问题 主要还是价格 实际上价格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实际上我也看了 一般的大概诊所也就是500 医院这是在1500、2500、5000不等 那5000是我知道的 清迈就一家 这个是顶级医院最好的 这个我们就不要去讲了 做个PCR你要花一千块人民币 我也觉得不是那么值得 所以5000跟医院的1500、2500 这个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 自己经济状况去选择 保证一点那么当然是医院 但是如果是诊所500块开出来 你也能用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要普及的就是说 一定要找到卫生部 有注册的这些诊所 千万不要PS 这个诊所都是黑诊所 那是自己踩坑那不能怪别人 对吧 唐姐要普及的也就是这个点 别的我觉得自己斟酌就好 那个视频呢 有一些呢都还是可以的 但有一些呢就是多少有点不负责任 所谓的不负责任的 就比如说PS一张 当然有没有用啊或者是怎么样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种行为是坚决要抵制的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 那么至于价钱呢 真的现在是因为什么是这个核酸检测PCR 这个就是中国政府要求每个在国外的人 只要回去中国登机之前都要提供48小时的PCR核酸检测 所以呢现在就大家因为他也没有明确 一定是要由哪个机构出事的 只要提供PCR的这个核酸检测证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个就势必是造成 到底是哪个机构这个出事的是最合乎这个要求的 那看了这些报道以后呢 唐姐也是专门去求证了几个地方 比如说纳康拼医院 也有人说纳康拼医院有诊所提供的测试才多少钱 那唐姐是专门打了电话去纳康拼医院求证 是没有这回事的 他们纳康拼医院就是医院没有任何的诊所 所以在这点上呢 这个就是很多东西为什么会踩坑也好 怎么样也好 这种呢就是不负责任的这些人 在这个视频当中发布自己的言论 或者是说他也不是不负责任 他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跨国了嘛 他毕竟这个对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就凭着自己的判断 他或者是有一些诊所是骗他的 那他就拿来讲 这个呢还是我觉得要有一点这个职业性 或者是要有一点道德 那唐姐看了这个以后呢 因为在唐姐的这个经历跟这个社会经验呢 是觉得不可能 所以就直接打电话去问了那康拼医院 然后求证的结果是跟唐姐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诊所 这个所以呢 所以呢这次的PCR核酸的检测呢 如果是唐姐个人的认为呢 因为也中国政府也没有真正的要求 哪个机构出 所以呢 泰国又一个比较这个 跟中国可能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有很多的医生在大医院 他们是在职的 那么他们呢是自己 就是说下了班以后啊 或者他们这个自己就去开一个诊所 那么这个诊所呢 他是要在商业部注册过的 要有医生的在住店医生的这个资质 才可以开诊所 所以呢 诊所是合法性的 他们出的PCR 如果政府不是特别强求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当然了 诊所的价钱肯定也是便宜一点 就像泰国一般的这个我们老百姓嘛 就是除了有社会保险的 我们会去政府医院看病 也有很多就是去药房 药房你不要小看他哦 他也有自治证明 要有在职医生哦 要不然的话他不可以的哦 这个也算是违法的呢 所以这些自治证明是很重要的 你看所有的大的这些商场里面的药房 他都有自治证明 都有卫生部的许可的 所以这个就是泰国 如果是觉得医院的信任度更高的话 我觉得当然去医院也是可以嘛 差个几百块泰币 比如说那抗品医院 以前就是900 现在他会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只是外国人去做这个检测嘛 泰国人现在都很少去做这些检测 所以呢 他就对外国人嘛 可能收费就提高了 比如说检测900 服务费300 他都分开算了呢 服务费300 再次你要有个纸质的这个纸头的证明呢 出事呢 他再加你200 还有一些像浪南医院 也有人说是1500块就可以了 唐姐也打电话去求证过了 他们是对外是2000太足 所以这个1500块 可能你去讨价还价 也有可能会有吧 但是唐姐的落实意愿 这个就是2000 还有一些意愿就是 甚至于高到这个价快8000 这个都是 就是价格是太乱了 所以归纳一下呢 唐姐认为就是第一PS的话 千万不要做 如果是诊所的 倒是可以 但是要去看好 是不是有知智证明的 而不是就是人家跑来这边医院啊 什么的都不用的 就是跑到你的酒店帮你测试 测试如果你确定 他这家有自制证明的 那也可以 只要通过卫生部的这个这个注册 那就可以 对吧 如果是没有 那我还是劝你小心一点去诊所 因为诊所这一个卫生部的批准数 是要挂在明显的位置给客人看的 这个是政府要求的 你看不到 那就是不合法的 这个这个方面就是经验了 那医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价钱的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是个人觉得 哎呀安全第一 价钱也差个几百块也无所谓 那医院是当然是最好 但是因为唐姐个人也是认为 你像比如说五千块 这个医院去做一个这个PCR 只是为了执机用 那是觉得杀机拥有道对吧 你又不是要吃药又不是得到治疗 这个我也倒是觉得不要跟钱摸不去吧 能审当然这种方面还是要审的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自行选择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唐姐是原则性的东西 一定要跟大家说 千万不要去做这个 就是不符合法律的事情 像PSR或者诊所是没有自治的 卫生部的这个注册的 这个要小心 如果是你不知道的 那到了诊所你就是尽量看一下 都是要挂在明显的位置 这个是政府要求的 就是所有的 不管是你是商业部的注册公司 你也得要有这个证明挂在明显处 让大家看得到 你是旅游公司 你也必须要有旅游的 这个旅游局出示的证书 也要挂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这个就是尝试的问题 所以唐姐只能告诉大家这些 我是唐姐 这期视频到这里 拜拜